拜登有一些动作 因为他最近可能会去跟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来会面 也会有两场演说 会聚焦在孤立主义的危险 跟对抗独裁的必要性 有一些分析认为 他这次的演说是希望能够凸显 他跟对手川普在外交愿景上的不同 教授你认为拜登可以成功 说服这些北约的盟友吗 其实确实如此 就是拜登总统现在在造访法国 正在造访法国 而且准备要在诺曼蒂登陆 也就是6月6号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要进行重要的演说 而这场演说呢 其实目前看起来得到的讯息 都在在的强调 拜登总统会把重点放在 美国不会采取所谓的孤立主义 美国会让盟友更加的放心 未来在拜登总统带领之下的美国 会希望继续扮演 在世界和平的领导者的角色 继续跟盟友并肩作战 并肩合作 这也是为什么拜登总统会千里迢迢地 飞到诺曼蒂这个地方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 在历史的事件上面进行演说 因为诺曼蒂当时就是美国跟盟军 共同作战所得到的胜利 一个历史的关键胜利 所以透过这样的场合 拜登想要突浅的 就是美国跟盟友站在一起 过去现在跟未来都会不变 尤其是在他的带领之下 那当然除了凸显跟盟友之间的关系 很紧密之外 其实拜登也要凸显 在今年大选当中 特别凸显 他跟前总统川普之间 在外交政策上最大的差别 就是川普总统给盟友带来的 这种不确定感 确实是蛮高的 因为在川普总统任期四年之内 事实上整个欧洲地区 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是比较紧绷 将对于现在是比较紧张 因为川普总统在外交政策上面 更加的比较朝向是美国利益优先 当然也就是所谓的孤立 会让盟友觉得 美国在川普的带领之下 是更加的孤立主义 甚至有的时候盟友的利益 是完全不在川普政府的考量之下 透过这样的演说 来凸显拜登跟川普之间的差距 我们还是必须说 这跟2024年的大选 当然有一定的关系 虽然外交政策通常不是在 美国选民的重要考量之中 可是今年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原因是全球战争凭人 而且整个混乱的局势 让美国国内的民众 针对外交相关的议题 开始提高了更高的关注 而包括了共和党的阵营 也在外交的议题上面会多所琢磨 当然共和党攻击的就是拜登总统 在外交政策上可能立有未代 所以才导致全球的混乱 在这种时刻 拜登的演说当然会备受关注 只不过要后续观察的是 像这样的演说 是不是真的能够拉抬国内的声势 而盟友 当然我们可以知道 拜登总统跟川普在外交政策上 盟友看待的方式会不太一样 可是盟友也会非常清楚的去进一步的去思考 就算拜登总统所强调的 美国不会采取孤立主义 重点恐怕不是只是听其言 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观其形 尤其是美国政府到底拿出了多少 实质上面的政策牛肉 来投入欧洲盟友跟盟友之间的关联 当然可能更有实际上面的 欧洲国家会考虑的是 那除了军事的合作之外 在经济上市场上面的开放 贸易关系上 是不是美国也真的扮演起领导者的角色 愿意更多的让利 或者是更多的跟欧洲国家走得更近一些 其实这也都是盟友在观察的 不只是听其言 更重要是观其形 好我们再来看是 国际上最近的一个焦点是土耳其 他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诉求 土耳其的外交部长费丹 到大陆北京去访问 他就表态了 土耳其希望能够加入金砖国家 所以请问教授你认为 土耳其它是北约组织的成员国 他为什么想要加入金砖国家呢 那现在在这个国际局势下 到底成功加入的机会有多大呢 其实除了你讲到的 第一开始就讲到的一个重点 就是土耳其现在是欧洲国家 就北约组织的国家 就是因为土耳其目前跟所谓西方势力 所谓跟美国带领的西方势力还是比较近 而且呢土耳其目前看起来 不管在经济上 政治上军事上 可能跟西方这些所谓的亲西方的 亲美国的欧洲国家是走得比较近 而且依赖度也比较深 如果土耳其真的想要摆脱 所谓的西方力量 或者是摆脱稍微的采取 稍微的有更大的运作空间 让土耳其的外交政策 能够走出自己的路 那么土耳其就必须要开拓新的市场 找到新的结盟的伙伴 让他可以有更多的所谓的操作空间 或者是平衡的杠杆来进行运作 这也是为什么土耳其会提出 要加入所谓的金砖国家 因为我们知道金砖国家 跟目前以美国为首的国家 其实是有一点 是有蛮大的差距的 当土耳其真的能够加入金砖国家 其实不论在经贸上面的市场 可以得到一个全新的开展 另外在外交政策上 也可以得到更大的谈判的条件 跟谈判的筹码将会握在手上 这也是为什么土耳其会积极地 想要加入金砖国家 当然我们也必须要了解 土耳其跟中国之间 中国大陆现在在政策上面 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在新疆的维吾尔族的所谓的人权问题 过去曾经是双方 还没有办法完全得到共事的部分 因为对于土耳其来说 维吾尔族人是土耳其的国内 很重要的一个民族 当然土耳其也非常关注在新疆的维吾尔族 到底是不是能够得到相对的人权的保障 对过去双方是有一些争议的 那现在是不是为了整个国际影响力要扩大 或者是经贸的市场要开展 土耳其愿意降低跟中国之间的这种紧张的关系 或者是稍微的把维吾尔族人的相关的议题摆在旁边 这是我们后续可以观察 这个障碍是不是已经完全的被搁置在旁了 可是现在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 土耳其在国际舞台上面 如果想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首先恐怕土耳其盘算的是 怎么样来降低对西方国家的依赖 而增加他自己的话语权 目前想要加入金庄国家 其实就是一个关键的动作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是英国的这个国会改选 第一场的电视辩论会登场了 其实在辩论会之后呢 这个英国首相苏纳克跟工党党魁施凯尔的支持度 其实差不多 大概呢差距在2%之间 不过苏纳克的表现呢 民众认为还是稍微好一点点的 不过另一份民调反而显示呢 在野党工党今年机会非常大 会迈向党史以来最大的选举胜利 所以教授您会怎么样预测 这一场选举的结果呢 是的 目前呢 英国的大选现在正在进行 直火如荼的进行 因为英国的选举跟一般的我们认知的 所谓的总统制的国家的选举有所不同 英国的选举其实选举的期间是非常短的 距离7月4号的大选日 其实只有短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而在这一个月之中呢 只有两场的辩论会 由两党的领导人来进行辩论 昨天是第一场 那在第一场的辩论会当中 目前的总理也就是苏纳克 其实目前英国的首相苏纳克带领的保守阵营 其实在民调上面是大大的大幅的落后 所有的民调都显示至少落后15到20 甚至还有25个百分点之间的差距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昨天的辩论会当中 很明显的苏纳克所采取的策略 是一开始就积极的进攻 尤其是针对所谓的税制的问题 苏纳克一开始就特别强调 如果工党上台 英国每一个家庭在所得税务 这个所谓的税收上面呢 就必须要支付增加 至少增加2000英镑到2500英镑之间 这样的一个数字 当然工党是完全的表示不认同 也有做出一些回籍 可是因为税务的问题 在一般的民众心中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在后来的民调可以看得出来 很多的选民会觉得 苏纳克的论述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特别强调 在任何的选举大选当中 县市辩论会能够影响的选票 其实是相对有限的 第一个是收视率并没有这么的高 第二个是其实其中的政策 会看选举辩论的民众 基本上都是对公共政策 对政治有关心的 也就是本来听众就已经有定见的 因此辩论对于选举的结果影响有限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苏纳克就算有微幅的领先 要能够扭转目前保守阵营 大幅落后的情况 恐怕难度是很高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 专家学者预测 以目前的民调 要在短短一个月之内 出现大幅度的变化 难度不小 如果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么真的很有可能会出现的是 工党在魁为了这几年之后 有机会再次的 不仅是夺得执政 而且非常有可能是 大幅的 大幅的取得国会的席次 而取得 真的是一个大赢的情况 当然了 一个月之内 可能还会发生蛮多的 不同的政治上面的变数 工党也不是完全的顺风顺水 好像已经是胜券在握 接下来这一个月 可以想见的是 在关键的议题上面 目前落后的执政党 会使用更强势的态度来出击 以进攻来取代防守 这种方式 目前看起来是苏纳克带头 要用更多的进攻 更积极的论述 来让选民了解 工党跟保守党之间的差距 尤其是针对选民最关键的 荷包问题 税收问题 去强调保守党执政 税收会比较稳定 所谓的缴的税会比较稳定 而工党进步派的论述 可能会让一般的民众 缴更多的税 而不会得到太好的 所谓的福利政策 这是很明显 保守派想要做的论述 可是如果我们所说 时间有限 保守派是不是能够扭转战局 恐怕难度真的是非常高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